我想有開過Focus的人 應該都很有感覺 不只是科技配備有 而且它的這個動力操控 真的不在話下 更重要一點它的安全 無庸置疑的 可是如果消費者在這個急劇 想要買到一些 真的有準鋼炮的味道的車款的話 你可能會看一下MASA 3 甚至於可能會看一下 奧古爾夫 還有我們的神鋼 我們就來幫大家比較一下 哪一款的CP值 你覺得說是非常高的呢 Rika 沒有錯 其實在這個急劇 中型先輩這個急劇 其實剛剛開頭愛大的時候 跟我們講到 以Focus來講 它確實是目前中型房車的 先輩急劇裡面的一哥了 當初推出來的時候 確實也是叫好 然後又叫做對不對 然後因為我自己也是 Focus的車主 雖然我不是Normal X 對不對 但是其實我那時候買的時候 我那時候已經先做好功課 其實剛好我們就圖表上面 所列的這幾台車 確實都是我當初的一個口袋名單 表上已經列出了一些 目前同期的一些競品 包含了日系的進口品牌 甚至歐系的進口品牌 我沒幫他納進來 那以二二點五年式的Focus Normal X這個車型的話 其實嚴格來講 他的配備其實 在科技配備來講 其實他已經把它補足了 比如說剛剛小燕也幫我們介紹 他已經標配了 十二點三吋的這個數位儀表 身為Focus的車主 真的很想要這個配備 對 然後還有數位後視鏡 其實這個二二點五年式的車子 一推出之後 我們群組裡面的Focus 大家都在討論 我想要去哪裡裝 這個數位儀表 不知道行不行 其實大家如果對於這個Focus 車子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看一下 假設你現在要去買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 可以有這個 這個數位後視鏡這個配備 然後再來一下 其實在整個動力方面 我們都知道Focus 他推出來的時候 就是用EcoBoost的180這個引擎 其實他這個1.5升的 渦輪增加引擎 他的燃油表現其實非常好 然後搭配這個巴素的自白變速箱 因為他整個換檔的表現 甚至明密度 其實在日常行駛 不管是市區代步 甚至你要去郊區的一個 有時候大家現在比較喜歡去錄影 其實你整個動力的表現 都是非常充足 我覺得都是非常夠用的 然後我們在看其他的品牌 比如說MATA3 他雖然也是先備了幾句 但是在整個 現在雖然已經把AIDA系統 都給補上來了 沒有錯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不管是在底盤的配置上面 他的懸吊是後扭力量的懸吊 然後鋁圈的部分 他也是傳統的鋸造鋁圈 那以二二點五年式的Focus來講 他已經是炫壓鋸造 很有輕量化的這個優勢 那動力方面MATA3 他當初是2.0的引擎 自然經濟引擎 所以在穗金局局方面 其實嚴格來講 他是稍微稍微比較有一點點弱勢 對 因為現在大家都還是強調 當初還行 所以當初Focus一推出的時候 他就已經是1.5升的 小排量的渦輪增壓引擎 那再來以我們把價格 再稍微往高一點去堆疊的話 你可以看到Golf的280的這個 這個引擎 這個車型 他其實嚴格來講 他也是小排氣量的渦輪增壓引擎 不過他又有的這個48V的 唯有電子系統 那當然價格上面 就會再堆疊上去 因為48V 唯有電子系統進去之後 他的造價成本原本就會比較高 那相對的會帶來更好的油耗表現 所以他的油耗表現 可以拉到每公升 可以跑十八點五公里 是目前我們的表上上面 油耗表現是最好的 那再來的Altis的GR Sport的版本 他也是因為自然進行引擎 然後動力的其實一百四匹 其實相當的夠用 然後再來油耗表現是 每公升鐵保十四點九公里 他的整體的表現 我覺得是中規中矩 假設你今天 你稍微有點想要熱血一點點 很年輕的爸爸 可能想要熱血一點點 你要先去實用 你又要先去性能 先去科技的話 你這個表這樣一看起來 你就知道誰的配備最豐富 然後誰的這個CP值最高 我覺得還是二二點五年式的 Focus的Lonmo X 對 因為其實蠻多的車評就在講說 為什麼他可以不斷的在每年 有一些年式的更新 加了一些配備 那也是表示說 這款車賣得非常好 他才有辦法這樣做 消費者也非常喜愛 才有辦法不斷的再做更新 那之前Focus在台灣的市場 深受消費者的喜愛 就是他的這個輔助駕駛的科技配備 真的遙遙領先其他的所有的對手 甚至於連這種進口品牌 可能都趕不上他 但是現在幾乎所有車廠 都有配備這種 半自動輔助駕駛嘛 艾達 那現在其他的對手 是不是有跟上了呢 應該這樣說 每一台車每一個品牌 他都有自己的一套名稱 在稱呼這一套所謂的 駕駛輔助科技 例如說這個福特 就是COPIER360 是 那如果說一個同級競爭對手 來看這個極具裡面 這個價格帶 Toyota Artists 它叫做TSS對不對 那MASTA叫做I Active Sense 那像我個人很喜歡 那個Auto Hold的功能 就是在停紅綠燈的時候 你不用一直踩著煞車 那也需要有電子手煞車的支持 才有辦法擁有 這樣子的一個安全配備 那我們看到這項配備 在Toyota Artists上面是 目前是還沒有辦法 達到這樣子的功能 那當然其實福特 Focus還有幾項獨門功能 我說例如說 TSS的道路標誌系統 就是說他在跟車的時候 他在定速的時候 他會去攝影機 去看前面的這個限速路牌 限速路牌 知道這段路的限速是多少速度 甚至會通知你說 那你要不要把你的定速 跟成現在的道路限速是一樣的 比較不會有超速的問題 這一點我是覺得 以目前來說 都是在高階的進口車型上面 才有這樣子的一個辨識功能 不過在福特的這個Focus KUGA上面 它的TSS功能 其實滿早之前 就已經標準配備在裡面 這一點也是對福特 給它滿佩服的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所謂的閃避轉向輔助系統 也是在這個集聚裡面 這三款車 三個品牌的三款車裡面 福特Focus是比較強的一個地方 當然看完了Focus 它有這麼多的強項 除了性能 安全 以及半自動輔助駕駛 到現在為止 其實它的IACC 還是很多人覺得說 為什麼福特有什麼其他的品牌 好像目前還沒有這樣子的功能 而且在車款的選擇上面 光Focus它就有很多的選擇 起碼超過十款以上 不論是進口或者是國產的 那其中在CUV這個集聚 當然也有很好的選項 來新南大我們來看看 福特的Focus Active 這一次在二二點五年是 其實它有一些更新對不對 對 我們剛剛一開始就有講 它就是跟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XC Line Lomo X的五門現場demo一樣 那它就是多了 有十二點三吋的數位儀表 然後以及這個E-MIRROR電子招候鏡 車價為伏漲了一點九萬 那其實說到這邊 我們並不是要勸拜觀眾買Focus 或是Active 都要買頂規 那我覺得Focus 從過去這兩三年進來 推出以來以後 我覺得我身邊有一些朋友 他其實有的是預算考量 有的是開車比較務實 他覺得他不要追求這麼滿的配備 他其實有一些入門 譬如Active 他有這個LV2超值型 Focus 過去也有一些美夢成真 等等不同的 那我覺得他們最近 我們今天除了今天兩台 是針對高規車型配備 價格的調整之外 其實POSE在五月 現在也有針對一些中階車型 也有在多送這個E-MIRROR的招候鏡 我覺得其實如果消費者 真的是比較精算型 你直接去展監 看一下什麼是你真的要的配備 然後你的預算 我覺得你做一個最聰明的構成 也就是中階以上 可能就有定制數位的後續性 但是他一樣會給你這個E-MIRROR 在五月的這一個特惠 對 看消費者自己個人的需求 我覺得這個滿實用 剛剛小葉也有介紹到 對 那個新單位要問一下 像這個Active的版本 之前我記得是有兩個 對不對 有兩個車型 對 它現在新年式的話 還是有兩個 就是我剛剛講 它入門的叫做 Ford Active的Ecobus E80 它是LV2的超值型 那今天來的就是任性版 是高規比較滿配的 而且我們看到每一個月 在銷售的報告當中 其實Active的占比非常的高 那為什麼消費者會喜歡這一款呢 也就是所謂的跨界的這種CUV 對 我覺得這是整個 我們這兩年一直看銷售 其實主要國人越來越喜歡SUV 當然又大家覺得 又是不是開了一段時間 覺得它的尺碼可能 以我們台北都會來說 實在會有一些的便利性的考量 對 高度 大家又去買CUV了 那其實Active就是以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Focus 西土底盤平台 它在升高的前後懸吊 調教而來的這個Active的跨界修理 它維持了原本Focus 這些很理想的 不論是車身剛性 空間 甚至剛剛冠魚講到的便利性 也就是說它車場不長 不到四米四 四米三九左右的車場 然後再來就是車高 有的CUV一拉高以後 怕車台也拉高了 那整個台北很多停車場 是地下停車場 或者是機械式的會比較麻煩 有時候什麼一米五線高 那這一台就是151的車高 它比Focus拉高 但是機械停車會大概是160 門檻是160 所以你在160以內的話 像這個151的話 其實是機械是OK的 對 那它有這些的便利性 我覺得都是它 其實在每個月銷售跟5D 4D的Focus比起來 其實它的占比都還不錯 對 因為之前 其實我有稍微研究一下 一般的這種5D的Focus 跟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個Active就是它只是拉高而已 其實它包括它的阻尼 懸吊 甚至於它有一些秤套 它的料號都是跟那個Focus 是完全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對 因為它必須要重新調教 這一款車 對 讓它更適合所謂的CUV 對不對 就是譬如說比較運動化的 稍微少一點點 可是它還要結合舒適性 對 我覺得它開起來 Active跟傳統的Focus的確不大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就像你講Focus是 尤其是ST 比較運動感 你很喜歡開支 你會覺得很過癮 那個路感的資訊 一直回到你的方向盤 是 整個車身剛性很好 但是它是在Focus的Base之下 吸毒的平台 但是就像這個 剛剛冠儀有提到 懸吊加高 大概四公分左右 然後它的這個避震器 圈黃 包含它這個轉向的控制 這個控制座 我記得它都是有做過一些 專屬Active的SLA的懸吊的調教 對 所以我覺得它開起來 就是視線高了一點 因為你懸吊拉高了 你視線高了一點 但又不像SUV這麼高 所以你看起來會比較輕鬆 然後它整個的車格的調性 也比較相較於LOMOX的話 再舒適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開起來 是一般大眾 你如果沒有那麼熱血的人 其實開這個會覺得 都可以接受 很喜歡這樣的一個形容質感 這也是為什麼拿後來銷售 能夠馬上就跟上的原因 的確 還有另外一個設定 是Focus上面 五門上面沒有的 我記得那時候 他們辦這個Active的上市的時候 好像帶我們去水坑 泥坑 有沒有去Off-Road對不對 一個人道關卡 我們想說有沒有搞錯 一個前驅的COV 可以玩這麼大嗎 後來我實際也有去體驗 真的 它就是除了一般的 車內好像有一個設定 Eco Sport Normal之外 Active就是多了這個撥盤 它在這個E-Shift下面的按鍵 它在Drive Mode的部分 這個地方會再多了一個Slippery 就是防滑 然後以及這個Trail 就是簡陋 就是我們習慣講的 非布裝路面 它是利用前輪纏動的基礎 然後用ABS 聲音動態穩定 群氣防滑的系統 去做出一些模擬的動作 所以我記得有一些不凡是 包含那個橘角的 兩輪懸空的 或者是一些過水坑的 落差的 都還可以蠻好玩的 都可以輕鬆的應付 所以印象還蠻深的 而且其實你看到Focus 跟Active上面 其實它的車內補程也不一樣 包括座椅上面 它也多了一個A字對不對 對 它的內裝的部分 除了在門邊的飾板 包含這個座椅 以及中控飾板 有它們叫做躍動欄 然後多了這個Active的A的Logo 讓它相較於Focus 又多了一點年輕的氛圍 對 沒錯 好 那當然它的設定上面 的確就是很有CUV的味道 那很多人會買CUV 也是看中它 比如說它的車身 稍微高一點點 進去會比較方便 對不對 那比起上一代來說 其實Focus的後座 真的放大蠻多的 對 它其實整個 我剛剛錄影前特別調了 前座是我180公分 那後座 如果我座的話 我身材比較高一點 那我座都還有 西部一個拳頭以上 頭部也都有一個拳頭 了解 那我坐進去看看好不好 對 你可以坐坐看 我覺得它的上下車的 這個便利度 對 跟坐進去的這個 因為有的人不想買休旅車 又會考量到比較高 差異性就在這裡 一般的Focus 五門更Active 又比較低 是 又要稍微這樣彎進去 進出真的是有感 是稍微方便一些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是我剛剛有講 它不論是開起來 其實從上下車的感受上 一般大眾會喜歡 這樣的感覺 沒錯 你看包括連在這個 譬如說西部的空間 剛剛行男你說 如果你坐進來 前面是你的架子座 對 這現在是我的座姿 我後面其實還有超過 兩個拳頭以上 然後頭部的空間 其實也有超過一個拳頭以上 一個拳頭 大概四個指頭左右 所以其實在後座的空間 的舒適度 還有進出的便利性 Active的確是表現得 還蠻可圈可點的 包括像先輩車 其實它最大的優勢 因為它是五門 所以譬如說你要放行李 對 或者是一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它的開口就很方便 你譬如說放大型行李 對 比較救手一些些 對 其實這樣打開以後 五人座的情況 你看它後面 其實它的這個深度 以及高度的設計 包含它下面 就可以看到 它有BMO的一些音響 我說零零音響在後面 這個補胎技打器機 相關配備 它是藏在下面的 那帳板放回去以後 你就會發現它的這個 深度高度都是 蠻好用的一個空間表現 沒錯 我們看到在台灣的市場 的確是這個CUB的急劇 現在它的銷售狀況 真的是一直不斷的在攀升當中 所以這種跨界的休旅 的確是蠻受到消費者的喜愛